其實微博 Alabama skip Super Junior成員一聲發現微博突然能發文 立刻直播跟大陸粉絲打招呼 還開心到連話都說不清楚 只副早知道多練幾句中文 一堆哭泣及愛心符號 CN해�しい minimal著唱陣容 和更一口氣連發六篇文章 我說我一直在等著 我們再次相見的那一天 另外女心Jessica也曬出了幾張美照 情緒會這麼激動 因為大陸解除限寒令 除現曙光 當地粉絲超驚訝 突如其來的解禁 外界猜測可能和10月29號 南韓外交部長鄭義榮跟大陸外交部長王毅 在義大利羅馬進行的會談有關 鄭義榮提到明年是韓中建交30週年 應該要解除限寒令 王毅表示認同 讓2016年實施的限寒令規範 可能因此解除 包括韓國人切偶像禁止活動 不能有一萬人以上表演 也禁止新的公司投資 以及停止相關的合作項目 他是外星人洗澡的時候 下面要為預期 我沒有辦法 防守片出現時必須不足 是2013年 靠來自欣欣的你竄紅 廣告代言接到手軟的金秀鞋 當時上片大陸綜藝節目 一集的出場費 將近三百萬的人民幣 而陳志賢同年在大陸拍了25個廣告 更賺進超過五億的台幣收入 還有因為我是歌手走紅的黃志烈 更曾經爆出出場費用是在韓國的100倍 顯示韓星在大陸的驚人產值 不過微博網友對於解禁呈現兩面評價 有人說不希望韓星來大撈人民幣 粉絲則是說根本不知道 原來微博私底下有限制 感動偶像終於能夠發文 對於現韓令解不解除 期待又怕失望